习巧妹的提款机 2018年12月13日 贵平市人民法院官网发布消息 广西贵平市人民法院 依法对贵平市林业局员党组书记 局长杨芙蓉受贿案 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杨芙蓉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让人瞠目结舌的 并不是他受贿的金额 而是他精心隐藏情人的手段 他自认为高明的 在手机里把情人陈彦娇的名字 标注为周东乔兄弟 可是再高明的手段 在他东窗事发之后 还是被专案组识破了 2008年11月 杨芙蓉应邀到东莞参加战友会 九足饭饱之后 战友邀请他到一家洗脚城放松 进入洗脚城之后 他立刻被着装整齐的洗脚妹震撼了 几十个美女战成一排 他看上谁就可以让他进入包厢服务 扫尸了一圈之后 杨芙蓉的目光落在了公牌号为68的服务员身上 跟着杨芙蓉进入包厢之后 服务员说 我叫陈彦娇 你叫我阿娇就可以了 看着陈彦娇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 杨芙蓉心圆一麻起来 可是让他失望的是 这家洗脚城比较正规 陈彦娇除了提供精湛的服务 并没有提供其他服务 但是陈彦娇临走时 杨芙蓉还是问他要了手机号码 阿娇啊 你的服务很好 下次来希望还是你 见惯了风月的阿娇 自然听出了杨芙蓉的弦外之音 能够给你提供服务是我的荣幸 转身便给了杨芙蓉一个甜蜜的微笑 眉宇间的风情 几乎要勾走了他的魂 晚上十点 就在杨芙蓉在酒店的房间里 百无聊来时 阿娇加了他的威胁 两人急不可待地聊了起来 要不是我的丈夫被检查出了癌症 我才不会到洗脚城 这种声色场所上班 今天见到你 我感觉像是我们冥冥之中的缘分 杨芙蓉则告诉陈彦娇 他经营着一家服装厂 此次到东莞 是为了采购布料 就这样 两人一聊就是一个小时 并相约第二天出去玩 第二天 杨芙蓉从战友那里借了一辆车 载着陈彦娇直奔龙凤山庄 让杨芙蓉不爽的是 在开房时 陈彦娇执意要开两间 带着陈彦娇游山玩水 两人的关系又不能进一步 杨芙蓉的不快写在了脸上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现在还不能做对不起丈夫的事 等他离开之后 我自然就是你的人了 杨芙蓉忽然怜香惜玉起来 如果他主动的投怀送抱 说明他太随便了 离开东莞之后 杨芙蓉每天不是给陈彦娇打电话 就是和他威胁聊天 其实他向陈彦娇撒了谎 他的真实身份是广西贵平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兼局长 回到广西之后 由于工作的原因 他根本抽不出时间再去东莞了 12月24日 就在杨芙蓉像往常一样上班的时候 突然他的电话响了 是陈彦娇打来的 亲爱的 我已经到了广西贵平市 你有空的话 我们见一面 杨芙蓉当即赶往陈彦娇入住的酒店 进门后就抱住了他 一番激情之后 陈彦娇说 我现在是你的人了 今后可不能欺负我了 我想好了 等过一段时间 我就辞掉东莞西角城的工作 安心地跟你在一起 杨芙蓉连忙说 你到广西这边来 我看不太好 这样我的妻子迟早会发现 你呀 还是回东莞去上班 我一定抽时间到东莞来看你 陈彦娇抱怨杨芙蓉过河拆桥 直到杨芙蓉塞给他一万块钱 他才破涕为小 三个月后 杨芙蓉信手诺言来到了东莞 采购不了 下高铁之后 两人直奔酒店 陈彦娇提出来 要到杨芙蓉的服装厂上班 这样 两人就可以经常优惠了 可是 杨芙蓉却说什么也不同意 最后 他只能老是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陈彦娇扑斥一笑 其实啊 我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 像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杨芙蓉安慰陈彦 工作的事情啊 他会安排的 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虽然抱得了美人归 可是杨芙蓉知道 陈彦娇是一颗定时炸弹 如何把他不着痕迹地掩藏起来 成了他头疼的事情 很快 杨芙蓉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 把陈彦娇的手机号码 标注为周东乔兄弟 这样 即使妻子查岗 他也可以自圆其说 杨芙蓉虽然在仕途上顺畅 但是 却也有一个心病 那就是 只有一个女儿 随着把陈彦娇发展成为情人 说服他生个儿子的事情 就提上了日常 在一次激情过后 杨芙蓉道出了自己的心病 陈彦娇奄然一笑 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呢 只要你愿意出钱 这根本不是事啊 杨芙蓉连忙问 如果你给我生一个儿子 需要多少钱呢 陈彦娇门语一盏 伸出了三根手指 好 三十万成交 就在杨芙蓉 瞧手期盼陈彦娇 尽快给他怀上儿子时 一个星期后 他突然接到了陈彦娇的电话 亲爱的 看来你的儿子梦要延后了 医生说 我有严重的疏卵管堵塞 需要手术治疗 需要两万元 杨芙蓉连忙安慰陈彦娇 有病就好好配合医生治疗 至于钱的事情 他会搞定的 果然 在当天下午 陈彦娇就收到了杨芙蓉 转来的两万元 这么轻松 就从杨芙蓉的手里 弄到了两万元 让陈彦娇兴奋了好一阵子 杨芙蓉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书卵管堵塞 根本是陈彦娇杜撰出来的 而真实的情况是 他和丈夫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 就进行了结扎手术 当初 他之所以答应给杨芙蓉生孩子 不过是试探 他在儿子的事情上 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个星期后 陈彦娇告诉杨芙蓉 他已经完成了手术 虽然手术取得了成功 可是医生让我好好地敬养一个月 这个月 我不能上班 杨芙蓉自然听懂了 陈彦娇的话外之音 当即又给他转据了 八千元钱的务工费和营养费 2012年10月4日下午 杨芙蓉接到了陈彦娇的电话 说她的身体已经康复 并且到了贵平时 下班后 杨芙蓉对妻子谎称要加班 然后直奔陈彦娇入住的酒店 陈彦娇告诉杨芙蓉 这两天正是她的排卵期 激情难耐的两人直奔主题 拥着陈彦娇 杨芙蓉感慨人生的幸福 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然而一个月后 杨芙蓉接到陈彦娇的电话 唉 还是没怀上 让你失望了 杨芙蓉安慰陈彦娇 生儿子的事情也不能着急 只要把身体调理好 迟早会怀上孩子的 可是 杨芙蓉何尝不想早点 让陈彦娇怀孕 她年纪已经不小了 如果不抓住这段时间 就有可能再也要不上孩子了 那么杨芙蓉到底会不会如愿以偿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